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有個叫歐美 有沒有看到 我點進去 請問我現在有多少信 一萬 這邊有寫6200多 可是 我很遺憾 歐美 我是不是點到歐美 比如說這邊有span span是2500多 歐美 我點進來就可以看到 total 這個1到100是第一個page 第一個page 100封郵件 那total有 6200 62000多封 這樣懂嗎 我有那麼多信在我的信箱裡面 是不是很多 很多嗎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你的郵件裡面有多少信嗎 這一信包含什麼 交什麼 你收到了信跟 跟沒有綠的 沒有綠的 沒有讀的 沒有read 不好意思 中英文 我不是這樣教 我是教unread 要用過去是read 不可以用read 這個英文不及格 unread unread 所以老師不在我秀一下語言 他在我不敢那麼囂張 聽懂嗎 是unread喔 不是unread喔 聽懂喔 知道 千萬不要講都是read 都是綠的 我還 我還聽到臉都綠了 好啦開玩笑 但你知道這個意思 你就會去慢慢去使用它 比如說這邊有個trash 我殺掉的郵件是不是在trash 嗯 我最近裡面有45 有嗎 如果我想把這個 這個容量輕掉一點 我就可以按一下MP Trash Now 有沒有看到 嗯 我就可以把這麼多 45封郵件 把它通通刪掉 這樣子後不後 好啊 請問我刪掉以後 這個趴數會不會掉 會 九十三會不會掉到九十二九十一會不會 各位猜猜看 應該會 應該不會 因為你太多了 非捷車型 只有45不夠 好 不過我試試看喔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把我的 垃圾桶先倒掉 嗯 那我希望我的容量多一點出來嘛 這樣聽懂嗎 好 那before我在倒之前 我告訴各位 在我的垃圾桶 這個油箱裡面的東西 會不會自己不見 會 會 會嗎 還是不會 有人說不會有人會 會嗎 還是不會 有人說不會有人會 三十天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三十天 會不會有 三十天 會不會有 他就會把我的垃圾桶裡面 不是 span 是垃圾 是我 他會把他 清掉 所以垃圾車多久來一次 三十天 沒錯 每天來 每天來 對 因為他來的時候 把前面二十九天拿走 你如果不是每天來那就慘了 聽懂嗎 好那我現在不要等三十天 我現在直接按 這樣懂嗎 好我按下去囉 他就說 confirm deleting message 有沒有 四十五封 有沒有 好 Are you sure OK 好 好 All message deleted 有沒有看到 他通知我囉 那我回來看我的趴數 有沒有看到 拍水還是一樣 九十三趴 因為叫杯水車型 四十五封郵件清掉 在我這裡面只是九流一毛 就是percentage很低 不是 四十五封信 起不了左右 在我這麼大的郵箱裡面 就像我們大姐 他有好幾千萬財產 花幾百塊 買一個手錶 算 對不對 好 沒有 掉一隻手錶就算了 應該講 我講大姐 我沒有講誰 不要生氣 你也不要 不要幫我開玩笑當真 這個就是 我去清掉它 基比我們在講 去清掉一些東西 你要去算大咖的嘛 大咖清掉才會真正空間 所以span span這邊是不是有很多 我點進來 我點span span這邊是不是有很多 而且都是unread unread的有多少 兩千五嗎 那我會不會去讀 會不會 不會 不一定 我先講一下好了 我為什麼把有一些郵件法拉放到span裡面 就是你可能要讀 可能要看 我平常不看 不看 什麼東西平常不看 廣告 什麼樣的廣告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各位都有機會要出去出去旅遊 是買機票嘛對不對 那譬如說我去買長榮買華航機票的時候 他會說那你要不要加入什麼 婚約啊 或他有優勢啊 這時候他要幹嘛 要寄廣告給你嘛 所以你要填一個郵箱嘛 那我就填了郵箱 那平常 我要不要買機票 不用 那我每次看到他廣告來 我就把它 禁止這麼麻煩 我就把它放在span 他每次來 那span的郵件進來之後 我不去看他 他會不會一直在那邊 是不是一直在那邊 是的 錯 你們都沒有知道嗎 三十天 你這個又告訴他 Message that have been in Spain more than 30 days 他是不是自動跟trash一樣 嗯 他三十天之後 這廣告就沒有了嘛 好 我回到我剛剛的例子 假如我要買機票 那這時候 我就會到span裡面去找 最近三十天他有沒有寄給我 那你說老師 那可能剛好超過三十天 嗯 那我就沒有了嘛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超過三十天那個也沒好 所以你那廣告三十天之內 你就用 比較有可能 超過三天 可能去年 大前年的 你留那個幹嘛 沒有意義嘛 沒有 所以三十天如果你不去處理 會怎麼樣 他就廣告就處掉了 處掉了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 現在就把它delete掉 因為我不買機票了 聽懂嗎 嗯嗯 所以我們 可以把那個航空公司的 放在span 對 不是 我只是舉例子 平常你不買機票嘛 對 比如說你每個禮拜到買機票 你就不用 他隨時來 你隨時看 可是你平常可能 像我一年回去兩次 那等下要用的時候 我再去看嘛 那平常來都是垃圾啊 對啊 就像你 你家常常會收到 grocery store 超市的廣告嘛 對不對 像我太太都會看啊 那我不看啊 可是哪一天 我真的要看的時候 禮拜二都會寄來 我就看一看 禮拜三 買什麼東西 平常我就丟了嘛 對 你會保留 一輩子嗎 不會啊 不會啊 而且你過了一個禮拜啊 那個也沒有 因為那是當週有效 對 這就是30天的概念 聽懂嗎 這樣聽懂啊 好 那我要不要把它提提 那就看你的 要不要來記 那我們還是要來看 這邊是不是93% 這邊總共有 span裡面有2540 70封 有沒有看到 我的span裡面有多少封郵件 2540 跟剛剛比起來 不要多 剛剛只有45分嘛 對 10倍多嘛 小屋見大屋 聽懂嗎 所以我去清span 希望這個容量可以再多一點出來 這樣懂嗎 那我怎麼樣清掉span的郵件 前面 這個 delive all ok 會很整 delive 剛剛是不是在trash那邊 empty trash 這邊叫做delive 對 有沒有 你從哪裡打進去 就 你就點到span 油箱 哦哦哦 你就點到span裡面 2500多 還沒有讀 可是我也不想讀了 我現在秀給各位看 我總共有2570 所以我剛剛去清trash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的話是45 對 對 對不對 這2000多 好 那我去清它 ok 按下delive囉 ok delive以後會不會到trash 不會 直接不見了 所以他就問你要confir 對不對 are you sure 好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很多東西 在清了同時 他同時又進來三封囉 蛤 好好的 我剛剛清掉 我剛剛是不是delive all 對 delive all完以後還剩三封嗎 又一樣 對 十一點多進來 對啊 現在十一點多了 有沒有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還是93 我用refresh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 重新計算一下 這怎麼refresh 最上面 最上面也叫refresh 現在是96.5 有沒有 原來是96.7 現在是96.5 %雖然沒有降 可是我實際 0.2GB 這樣懂嗎 我是不是這樣可以去整理這些 郵件 好 那我們講 某些郵件 進來 你不想要 後面收到 你可以delive 你也可以reportspan 可以繼續嗎 可以 那我問你 我現在講什麼 就是span 我現在要講的是 就是說 郵件進來 你可以把它delive 也可以把它放到span 對 有什麼差別 擺了span 可以 等於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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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幫你 對 你還要用 還可能要看的東西 擺到span 對 老師可以demo給我們看 我怎麼樣把東西擺到span 對 我現在就要demo 可是demo之前 我先解釋嘛 我先講一下 因為剛剛那邊 我現在解釋一下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說 我郵件進來 是不是可以把它delive 也可以把它放到span span 比如這個 這個是剛剛進來的 Verspargo寄給我一個廣告 對不對 有沒有 如果我平常不管它 它就會一直進來 那如果把它delive掉 它就沒有 可是 可是有時候我要看 所以我就把它叫reportspan 有沒有看到 delive是按這個鍵 reportspan 就按這個鍵 我按reportspan之後 它會怎麼樣 就跑到span去 就跑到span去 這封郵件是不是移到span 對不對 然後呢 以後永遠都會 這樣就好 不是這個意思 只要這個人記得信 我剛剛reportspan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它拉黑 列入黑名單嘛 以後這個人 這一封 這個寄件人 同樣地址來 他都不會進到inbox 他會進到哪邊 span 進到span 然後三十天 你不看會怎麼樣 像這樣 一地條 will become forever 這樣懂嗎 這樣懂嗎 我們take a break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繼續來學習 我們在Gmail上面的操作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怎麼樣去檢查容量 怎麼樣去管理一些 所謂的垃圾郵件 或是垃圾桶要怎麼去清它 好 這個 然後我們剛剛有示範一下 老師講的一些 我們這些容量怎麼去看它 怎麼樣去做 那我們現在要來講 怎麼樣去搜尋資料 搜尋郵件 在我們Gmail裡面好不好 好不好用 搜尋 好用 你怎麼知道 請問Google是靠什麼起家的 搜尋 搜尋 所以這是他的本業 好 各位想知道我Personal的資料部裡面 有什麼東西 來 伊芳幫我講一下 你想看我裡面什麼東西 讓你有一次機會 偷看一下 如何學習 好了 我就打如何學習 四個字 我都沒有彩排喔 如果你想知道老師學習 你可以看到我打四個字 有沒有 如何學習 他是不是找出十五封郵件 好 這十五封郵件跟什麼有關 如何學習 好 比如說我現在去打電腦好了 就一堆 我打電腦他出現幾封郵件 183封 跟什麼有關 電腦 電腦 電腦有關 好 那打一點熟氣一點的 金錢好了 看老師研究 好你看果然很熟氣 182封郵件 郵件跟金錢有關 這樣瞭解嗎 好我們再打 我都是用中文啊 你也可以用英文去找理財好了 我打 理財是不是跑出179封 是不是我裡面有很多資料庫 有沒有 好 這樣瞭解嗎 所以我在這裡面就可以找到 我有很多相關的個人資料 這跟我們上禮拜在學的Google search 一不一樣 Google search差不多吧 跟我們上禮拜也研究的Google search 一不一樣 我現在做的跟上禮拜做的Google search 一不一樣啊 這是在 這是在你裡面 對 他講的沒錯 我Google search的時候 Google search的時候 Google郵件去尋找 你是尋找所有雲端 所有的server 聽懂嗎 那我現在Gmail裡面 search 僅限於我自己 這個server的帳號 Gmail裡面的帳號 這樣懂嗎 所以我 如果 你想要重要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保留 怎麼保留 你就用郵件寄一份給自己 不管是attachment還是一個文字啊 寄給自己 它就會進到Gmail系統裡面 所以你像是用搜尋 是不是就可以容易找到 只要播刪掉 它會不會一直在 會不會啦 會不會 會 密碼好了 密碼是怕忘掉 嗯 很簡單 你就寫一封線 把你自己的密碼寄給自己 可不可以 要怎麼寄啊 怎麼寄 就是按compose 按這個加 好 這個最基本的 就是我們寫一封郵件 是不是 從 這個 這一封 你打開以後就是 要寫信了嘛 寫信之後 你就打收件人 收件人是誰 自己 也是你自己嘛 那我就 寄給自己 寄給自己 是不是很奇怪 不會 是不是很奇怪 不會 你會不會去郵局 哪一個信封 貼一個郵票寫一封信給自己 不會 我告訴你 比如說你出去旅遊 比如說你去以色列對不對 你為了收集明信片 你還有郵戳喔 你可以用我這一招啊 你到當地的 那個買一封 旅遊明信片 寫向自己家 自己的名字 寄出去 那你就有一封 以色列當地的郵戳 誰寄給你的 自己寄給自己 在假地的 自己寄給乙弟的自己 聽懂嗎 嗯 郵件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嘛 收件人跟寄件人 是不是同樣 一樣 一樣嘛 然後你就把竹子打進去 比如說我要 我要寫密碼 好不好 密碼 好 然後 我就把 譬如說我密碼是多少 1,2,3,4,5,6,7 然後我就按Send 按Send完以後 它會怎麼樣 寄到自己的信項 對 然後寄到自己的信項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收到 是不是有收到 嗯 然後收到以後 它會被淹沒在這個 三萬五千多封的郵件裡面 會啊 會啊 那你怎麼找到 密碼 很簡單啊 你就在這邊打密碼 打一個密碼 不過我這樣一打 你就知道我的密碼 嗯 我打密碼對不對 嗯 因為過若干時候 你這一封郵件 這一封密 密是什麼意思 自己 誰寄給你的 自己寄給自己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不會 我有自己寄給自己很多郵件嘛 嗯 好 我去搜尋密碼 是不是跑出來 有180封跟密碼有關的 跑出來囉 聽懂嗎 嗯 欸 這個長照證 有沒有 這裡面有密碼這兩個字 他就找到了 嗯 只要有密碼這兩個字 我來看看他在哪邊 當然這是廣告郵件 看到沒 啊 各位沒看到 有啊 長高的密碼 要如何掌握 長高的密碼 密碼 他highlighted 有沒有 嗯 所以180封裡面都有密碼喔 嗯 這是哪來的 這是我搜尋你 Internet的嗎 No 這是我個人資料圖的 聽懂嗎 嗯 這樣你密碼會不會忘記 不會 不會啊 你密碼當然會忘記啊 你的密碼從來不忘啊 不是 你密碼當然會忘記 可是他會不會幫你忘記 不會 你要做了只是 當時你做完以後 你不一定要用寫的 一個郵件寄給自己 好 除非你把那個郵件寫 你剛才有那個 呃 我想阿倫 我快忘記了 沒關係 Videal 等一下 他會登記在那個 看Videal 怎麼樣去寄給自己 好 就很簡單 按加了 不是之前 沒關係 這樣好 收票你幫忙下 好 我等一下教你 好 我想請問一下 當你在做搜尋的時候 你打進去那個keyword 他會不會把span裡面的東西也放進去 所有的東西都放 只要沒有殺掉的東西 包括trash 包括span 聽懂嗎 嗯 span不是不重要喔 我跟人家再講一次 trash也不是不重要 只是當下你不想用而已嘛 嗯 他都會把你找到 所以google就很強 好 可是在密碼的地方齁 你每次一個account 然後你說 嗯 set密碼 他都會問你說要不要save 那個意義不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你自己去寄的時候 你可以拿一張筆 拿一張紙 拿一個筆寫 對不對 可是你要是google的密碼 你忘記你根本就進不去 那就是我們之後要講的Evernote 我們還要用Evernote來做 Evernote是更緊接的 請注意喔 這個是十年前我教的喔 十年後我不用這個方法喔 我現在雖然教你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強調啊 如果有更好的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我就不教這個了 下禮拜開始我要教Evernote 我就不要用這個 因為那會更好 聽懂嗎 所以各位 但是我今天教Gmail 我就把十年間我教的東西 拿來告訴各位 Gmail很強嘛 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我為了要講說 他去搜尋的時候很強 你就可以做這些 做這些 你才知道他有多強嘛 好 我們趕快回到手機 不知道我時間沒有了 各位看一下 我手機畫面 在下課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挑出來了 有沒有 我今天要講什麼 講有一點阿麻 對不對 按機沒有點進去 看一下 我講義 我現在按照講義來做喔 嗯 講義的道府第一行是不是 有左至右說明查看 Google帳號的使用情形 哦 只剩五分鐘 Q&A可能都沒有時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进来之后是不是 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讲也也可以看我的画面 但是我现在是在我的画面对不对 好 第一个图叫做什么 轻按选担按钮 有没有看到 选担按钮是不是在这 好 看下去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按下设定按钮是不是 是不是啦 是的 按下设定按钮 有没有 什么设定 各位 有没有看到我讲义 按下设定 有没有看到讲义啦 按设定 老师写这个讲义那么精彩 各位都没有看懂 有 按下设定按钮有没有看到 好 我做给各位看啊 按下去 第三个是干嘛 第三个是干嘛 选择帐号 因为你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你这一步可以忽略 老师这边秀两个 哦 你有两个 我可能有 我不是两个 我有十几个啦 可是我先秀给各位 好 这两个 那就不需要了是不是 假如只有一个帐号 点入管理的帐号 有没有 点进来 manage 是不是点进来了 对 点进来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看到 在我们上礼拜有讲过 我们讲security 是不是也讲这个地方 在手机上 安全的设定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一个帐号 google 我现在是看google的帐号 有没有 现在在哪边 好 那我可以点personal information 对不对 你可以换你的大头罩嘛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data and personalization 对 点进来之后 然后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在里面 不管你用中文的英文都可以看 进来之后 是不是有一栏是叫做 things you create and do 有没有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做 你在你帐号所有的活动 我要看哪一个 我要看哪一个了 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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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mail进来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有一个dashboard dashboard dashboard是什么意思 仪表板嘛 仪表板嘛 它就是显示我的 我的google service 请问我的Gmail有几封邮件 6万 跟刚刚是不是在电脑上看的一样 是 可是电脑上我直接就看了 手机的 要点好几下 对 哪一个比较方便 电脑 当然电脑啦 怎么会是手机 手机 手机要点 手机我们如果没教你的话 我讲音没有写那么清楚 你还是不会做 因为它藏的太深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 它能显示的画面 就是你点点嘛 它当然只能往下藏 好 各位看一下 我的account 各位顺便看一下 我google的account 我还用了什么 Email 我还用Android 我有几台Android手机 两台 两台 我有几个blog 我有七个blog帐号 有没有 我有十二本书 有没有看到 我有五个calendar google.com只有一个 可是它告诉我什么时候登录的 好 我要教各位的是照片 各位 google photo是不是学过了 是 请问google photo你有几个 几个档案 你不知道吗 一个 五千多 你有五千多个嘛 对不对 好 老师有多少 六万多 六万五千 我的照片在我的账号里面 有六万多 这些都存在我同一个账号里面 这样懂吗 这不只是照片 它虽然写photo 它可能是video video video有的时候可能 二三十分钟长 这里面答案非常大 听懂吗 可是老师 你为什么不会负 它这个account有一百多个 对这边我有一百多个 可是如果你是用高清晰是unlimited的 那我只是教你在手机上 你就可以看到你个人的 account 帐号里面的 资料 使用情况嘛 这样了解吗 ok 好 这样真的了解啊 好 回去练习一下 我们今天已经超过12.5分了 好 那我们留三分钟给各位 我再会 招待到你 付费 有了 没了 感谢观看